欢迎回来 虽然在节日里面呢 但是我们还是要继续关注一下 我们的影视圈里的最新动态 那最近呢 新版的鹿顶记的翻拍 也是掀起了新一轮的关注 大家终于可以把目光 从小龙女的身上转开了 因为新版鹿顶记的这个定妆照 大家看了之后呢 觉得除了就张俊宇的发型 比较雷人之外 其他都还挺正常的 那当中呢 也有演出的张萌啊 在这个助阵新电影的时候 也是谈到了这个造型的问题 另外呢 斯达利带着他的新专辑来到了北京 雨神也赶来助阵了 来看一下 电影爱别离 日前在北京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张萌 陈明等主创出席了活动 该影片采用三段式结构 分别讲述三段唯美的爱情故事 而为了渲染气氛 影片更是使用了大量的音乐 其中该片的主题曲 又由著名歌手陈明演唱 提到这部影片 主演张萌子 其中负责了一段 小清新的爱情故事 为此他又小感叹了一番 比起这部影片 张萌新晋主演的新版陆鼎记 似乎更受关注 在这部剧中 他饰演微小宝的大老婆双二 而这个橘色的造型 一经张萌在微博曝光 便引来网友铺天盖地的评论 太吐了吧 你真的不是说有流行 门舞装很好看的 露额头很美 都被这流行毁了 都说那头链有点二 但是我自己还挺喜欢的 就是有人说 现在金融剧女主角 是不是都流行 脑袋点上顶俩包 对我陈延熙的小龙女 也是那样吗 相比这些 更有人担心 张萌这般双二 难以突破之前 陈小春那版中的双二 对此张萌又会如何面对呢 甘丁 你是双二最亲的人 你要走的话 就带着双二一块走吧 因为时代不一样 然后整个剧本的结构 包括现在也有一些些的改编 就原版的双二出产的时候 是装神弄鬼的 然后我们这版的话 会做一个比较大的调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